第五届台湾健康城市及高龄友善城市联盟奖项选评 今年新竹市不但获得的全国县市类别最高总荣誉 健康城市卓越奖 市长许明才也获得杰出贡献奖 新竹市是如何运用资讯科技 打造健康友善城市 带您来了解 插入市民卡或健保卡 只要透过这台宝贝机 新竹市民到护证单位洽工 也能免费做小型的体检 还可以将两侧资料 上传到云端健康管理平台 由专员为两侧异常课案 进行后续追踪缓缓缓 我觉得很理想 趁这个机会 瑕士的时候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这么好有点像看图说话 操作非常的简单 新竹市是我们的台湾戏骨 这个台湾戏骨呢 用它的资讯科技的优势 变成对人的友善 从硬体到软体 打造成一个 以人为中心的友善城市 我想这个是让我们台湾觉得骄傲的 长官 你要赶紧钱吗 好 不然我赶紧钱好吗 新竹市推动健康城市三年有成 已经有18家金融机构 100家社区药局 加入高龄友善银行 和药局的行列 药剂师和志工 亲切的一对一服务 让单独出门在外的长辈们很放心 还设置28个社区据点 提供关怀与餐饮服务 种种贴心设施 让新竹市获得 今年度的健康城市卓越奖 无外的一个环境 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 免惠公车 地底盘公车 我们也透过科技的帮忙 我们做云端的科技 让长辈的健康 可以让他自己掌握得住 也必须让孩子们去担心 获得今年结出贡献奖的新竹市长许明才 也是台湾健康城市联盟理事长 主办方希望新竹成功经验 能够影响到其他县市 年年推展友善健康环境 新唐人亚特电视黄定国林秋霞 台湾新竹报道 無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